感謝你們對這個應用程式的愛帶和支持 但因應最近事態發展 我們將會停止營運 不會再接收新留言 再一次感謝你們, 我非常感激 希望沒有人, 霍金就不會有人遇害 霍寶樂逆天而行 下一個死的是你 我到了, 你在哪裡? 我到海邊位, 這裡靜點, 你走過來 霍寶, 住手, 緊張 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 讓開, longtemps沒來 你們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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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veim 到了, 放下 快點 快點 你怎樣 昌Sir沒事吧?他有生命危險嗎 不知道,送他去醫院 鄭Sir有甚麼會通知我們 希望昌Sir沒事 痛嗎 少許 對不起 是我低估了一個危險性 但我真的沒想過 你那個愛麗絲會殺你那麼狼 為甚麼會知道我真是甚麼 你會知道你的名字 我想我會被人網絡起底 自從我說要刪除程式之後 收到很多說要罵我的東西 我會被人網絡起碰到你 愛麗絲要見我 你那個拍檔吧 我去見他吧 我不想出了,古古怪怪的 我也不太會表達 但我之前去見過他一次 但感覺不是我一直在溝通的愛麗絲 你明白 據我的認知,我想他應該是一個男人 但我見到他的時候又變成一個女生 那會不會是你們發訊息一會兒 打字沒有語氣嗎 不疑 我看回我和阿麗絲的對話 有一次我們說到一些遊戲的必殺技 可以怎樣去設計 他就很興奮 說了很多很複雜我聽不懂的術語 什麼秋冠、吊墓、船子三八六 我不知道是什麼,所以我去了查 我發現是一些老師的術語 余Sir 鄭Sir,關於你不要去寫這個應用程式 我也發現 你等一下 是,你說吧 這個應用程式有兩個創辦人 一個是我舅仔佛寶朗 還有一個是他的伙伴,叫愛麗絲 這些人會付錢在這個應用程式聚焦人 自從第一次意外死亡出現之後 就更多人付錢用這個應用 我不排除人因為這樣繼續製造意外 你懷疑愛麗絲和連環殺人意外的兇手 是同一人? 那霍寶樂呢? 他也是這個應用程式的創辦人 你怎樣排除霍寶樂和這個案件的關係 我舅仔經常不出門 你查回我家的CCTV就可以了 那些我們遲些再安排 那你有什麼發現? 寶寶樂跟我說 說他跟奧麗絲交流期間 他用了很多武師的術語 我懷疑他是農夫武士出身 鄭Sir,我也有類似的發現 你看,我看了其中兩宗案件的CCTV 我都看到這個人 樣子都看不到,你怎麼分 是他的布置,你看 重心是一點側向的左用力 那不配合法正在天台找的腳印 左腳心,右腳尺 你跟龍虎武士有什麼關係? 我在CCTV上也看到這個人 是穿著同一雙矯形鞋 跟龍虎武士唐進穿的一樣 不是唐進就是阿利斯? 慢著 這款矯形鞋很多人都穿著 我之前有雙矯形鞋的,我之前有雙矯形鞋 全都穿著 武士不是全都穿著吧? 兩個人都穿著 那就是找到外麗絲出來 可以解釋到整件事 他剛約了霍布洛見面 那我們馬上報仇行動 所以你就是外麗絲 我根本正在做好事 我可以殺了壞人,替天行道 好,我又可以賺到錢一舉兩得 為何你要阻礙我發達 阿利斯,我本來跟你素未謀面 但今天我看到你,我想跟你說一句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當然我是指你想殺死我之前的事 怎麼樣?跟你朋友談得怎麼樣? 只是談完才發現 你以為自己很了解一個人 原來你根本就不認識他 一年前,我無無聊聊 弄了個打小人網,送到他電話給我 那些網站的想法很棒,賣給我 謝謝 不如一起把網站做成手機應用程式 發大它,不只罵,直接下咒吧 我們就是這樣認識了,人又聊,夜又聊 甚麼都聊一頓 他不僅是我的朋友,還是我的朋友 唐進第一次殺人,其實只是巧合 剛好看到來日聲 不僅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 他當時想伸張正義 才會這樣做 後來人們以為是意外 根本就沒有人懷疑 原來殺人那麼容易 唐進開始插劃第二彈 唐進打停了個女保安的當值時間 去視察環境,找機會製造意外 管理處,你的閘門開不了 回家下來看看 那個倫敦金經紀被鐵絲插死 原來都是他事先安排 但那些人就以為罪咒成功 接著那些課金就由五十元 到五百元,五千元 足之五萬元都有 之後他就更加心胸 那為何他要殺死梁中泰呢 認識的 因為他想報仇 唐進的腰部受過很重的傷 是因為做一個跳崖動作弄傷的 他想拿賠償 但是梁中泰死也不肯給 後來發現他根本就沒有幫武師買保險 那唐進傷了,沒有公開,沒有薪出 沒有淺醫,才剛好幫我搞個應用程式 但是他沒有忘記他當年受過的冤枉 泰哥,來,就這樣吧,行了 泰哥 就說了沒錢給你吧 我聽副導演說有場人跳樓戲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原來是騙子吧,你成功了嗎 我沒問題,很精神 不過,小小的只有兩差事 做不做? 做,謝謝泰哥 其實唐進本了,根本沒有人肯這麼低價值他的作品 才特地自剪 你說很少見我這麼頭腦的一件事 因為很難得有人明白我 而我也覺得自己很了解他 其實我不是應該有責任在他走歪路之前 察覺到阻止他嗎 就算父母有時候也不了解自己的子女 那學會一個網友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 有個應用程式也沒有了 沒有人再會為你的應用程式而死 一起去副程師 一定也好,我不想有人因為我而死 無論直接也好、間接也好 一個也無論如何 喂,那… 我還是要去副程師